你覺得利益是講什麼對方 我就看到很漂亮 欸你看他沒有好正好正 你看他腿很長很長 然後就說嗯很正 然後他就說對他就真的去看 然後就說很正很正然後你再看我的腿 然後我就覺得說嗯很短 他就這樣子然後我就 就是兩個人就很好玩 就是因為也是我去Cue他看正妹的 然後他看了之後他就很誠實 當我對我的腿很短這樣 然後我就會做事生氣 對啊 所以跟男朋友相處到現在還好用 還好用可是什麼意思 你去講那段話出來你有沒有心虛 你說 就相處蠻開心的 我覺得他蠻平衡到我的生活的 因為平常就是可能在台上很緊繃 然後在生活上也是蠻拘謹的一個人 但是還讓我覺得說欸好像 沒有那麼的 需要把自己框起來 就是有一些很跳動的事情 其實其實是自然的 我覺得最主要是做自己啦 讓我現在覺得很自在 那現在出去都可能會被偷拍耶 有沒有 就被偷拍過啦 所以已經沒有在怕啦 我就覺得是 就是當初可能大家對他的樣子很好奇吧 現在已經曝光 就應該沒差了吧 對反正就是 因為當初大家會怕覺得 因為 我會怕的話是因為 是個未知數 不知道大家會怎麼看待 但是已經曝光了 我就沒有在care 反正我本來私底下 我就是蠻 蠻像一般人的 就不會覺得說 欸自己是歌手要圍狀還是什麼 沒有 我覺得平常就是 大家看到我的樣子 一樣就出門這樣 所以你是會趕在大街上就是放閃 就是輕輕擁抱這樣子嗎 那其實應該不是很正常吧 我就覺得就是 牽手OK 但是輕輕擁抱 看場合跟 我覺得是看場合跟看實際啦 不會故意要去做 那粉絲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抱怨 我覺得粉絲沒有耶 我覺得我的粉絲還蠻愛我的 就是他們就是覺得我開心很重要 一樣的就是你希望你愛的人開心 嗯 對 你幫我講一下妹妹自己好像要參加那個 這樣一個秀節嗎 嗯 對 你有什麼鼓勵她 為什麼有這麼光 嗯 因為我自己也是比賽出來的 所以我知道 這樣會是壓力很大 然後再加上 她很容易會被冠上李嘉維的妹妹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我不希望的 就是我希望她 就是以她自己的身份去比賽 然後所以我們 其實沒有要故意強調這件事情 對 我就是希望她放平常心 我覺得這很難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不要先把冠上李嘉維的妹妹 因為我覺得那是對她不公平 而且我們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她很優其實 她很多優點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過程中 發現李嘉歡的不一樣 嗯 嗯 對 謝謝 辛苦 辛苦了